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以前不進來自責時 我家裡剛才都放酒了 朋友和客人都很怕我喝酒 酒不要放的 喝酒就來了 又有汗 不然出去應酬 在家裡我自己一個人也是這樣喝酒 我賺錢就覺得要犒賞自己了 所以吃也很好 都吃新鮮的生門海� 出門都開那兩門的拋車 然後我兩年就換了一台車 很重享受 接觸持續後 在90年的時候 我太太還懷孕 我跟太太說 這輩子小孩 我就來開婚開酒 結果檢查菜真的是女生 當天我就加分和酒 我開了兩門的拋車 然後我兩年就換了一台車 很重享受 這輩子小山災 還有大山災 接觸持續後 在90年的時候 我太太還懷孕 我就跟太太說 這輩子小孩 我就來開婚開酒 結果檢查菜真的是女生 所以當天我就加分和酒 就我們開了 冷氣中 差不多沒有什麼開場 所以今年又比去年 減少了四十四度 所以我們就可以省了一百四十幾回 上人一直告誡我們說 地球災難偏多 呼籲我們弟子要客情客解 回歸柬埔的生活 這是洗乾淨 洗衣洗完六六個月的水 讓那個沖馬桶 還沒辦法這樣 知道很重要 做到才有效 所以我就要 從我本身做起 例行一日午餐 省水省電 改善交通工具素食 還有用環保餐具 我自己本身要做到 進而來影響我身邊的人 如果大家都例行一日午餐的話 地球就有救了 就可以化來不及為來得及